你有没有发现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 在中国的古代史上 每逢盛世必然佛教昌盛 比如西游记讲的就是 唐太宗李世民派遣玄奘西天取经 带回大成佛法 教化大唐臣民的故事 再比如清朝康庸前这三位盛世之君 他们都非常笃信佛教 尤其是雍正帝一生信佛 如果你去雍和宫玩过 你就会发现那里有专门的佛仓 但是每逢乱世 道教必然会抬头 比如说风神演义之中 是道教的神仙帮助西州平定了天下 开启了周王朝 再比如黄金起义的首领张教 他喊的口号就是 苍天已死 黄天当立 所谓的苍天 黄天 都是道教系统里面的概念 我们再往后看 张良 诸葛亮 刘伯温等人 其实都是有道教背景的 这样一看就很有意思了 为啥盛世佛教会兴旺 乱世道教会抬头呢 今天我们就来揭秘一下 佛教和道教 在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时期 分别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首先啊 佛教起源于印度 深受印度种姓制度的影响 低种姓的人 天生就是高种姓人的侍从 应该无条件 听从高种姓人的吩咐 所以佛教给人们传达的 核心思想是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他要求人们断了七情六欲 断了和俗世的关系 六根清静 一心修行 不为外物所动 并且他们还设置了 各种清规戒律来约束信徒 要求他们肯吃苦受累 逆来顺受 那么盛世的统治者 自然就非常的喜欢这种思想了 他们当然希望自己治下的百姓 都肯吃苦受累 逆来顺受 不要反抗他 这样他管理国家 不就轻松很多了吗 所以在盛世 佛教新生的背后 一般都是因为有统治者的成谣 佛教之中有很多 类似于佛祖割肉未硬的故事 这些故事把关于 来世今生的因果妄饮 讲得很通透 很有幸福力 他时刻都在教你放下 一切众生 皆具如来智慧得相 只因妄想执着 而不正德 正所谓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何必妄想执着呢 放下才能正德 放下才能成佛 道教的思想就和佛教很不相同了 道教是中华的本土教派 在其发展的过程中 深受儒家的影响 儒道本是一体 所以儒家讲 天下心亡 匹夫有责 道家讲 替天行道 《道德经》的第一句就是 天之道 损有余而补不足 人道则不然 损不足 奉有余 从这句就能看出来 天道和人道是互补的 所以当天道不足的这个特点被无限放大的时候 也就是乱世来临的时候 就是道家出手 替天行道的时候 有趣的是 中国古代的皇帝往往都自称天子 您这边都替天行道了 那不就是代替皇帝的老子主持公道了吗 盛世之君往往都是很强势的 他绝对不会扶持一个能爬到自己头上的教派强大起来 欧洲的军权神兽不就是一个赤裸裸的例子吗 而到了乱世的时候 皇帝就变得磊弱了起来 开始无法控制天下的局势 这时候天下百姓陷入了水火之中 道教的一些天师 道长 就会暂时放下自己所追求的天道 离开道观 来到俗世之中 救万民云水火 道教崇尚玄湖济世 惩恶养善 求的是真理大同 他们认为通过帮助了者 可以提高自己的修为和境界 所谓的无畏而至 并不是指什么都不管 而是要调和阴阳 让乱世平息 重回太平 所以 在乱世之中 道士下山为苍生征战天下的事情 屡见不鲜 等到天下太平之后 这些道士们 一般又会回到深山道观之中 继续进行修行 正所谓功成身退 天之道也 道教讲究万法随缘 所以他们在太平年间 是不会主动宣传自己的教派的 他们讲究的是缘分 有缘之人自然会相遇 如此看来 王司徒应该也是道教之人 自己不宣传 不出来走动 统治者又不提倡 所以在盛世的时候 很难看到道士们的声音 当然了 所谓的盛世佛教 乱世道教 也只是相对而言 不一定绝对准确 李世民当年平定天下的时候 也得到过少林十三棍僧的帮助 朱棣当年能登上皇位 少了那个叫做姚广孝的和尚 恐怕也不一定能行 而盛世之君 家境地诸侯聪 因为一度疯狂迷恋 道教道士 疯狂恋丹 妄想得道成仙 最后丹药中毒而死 所以 每个教派的文化 都有其精华之处和糟波之处 关键看于我们 怎么去理解和运用它们 中国古代的大部分统治者 就运用得很好 乱世用道教评天下 盛世用佛教治天下 中间再加上一位儒家的思想 把他们串联起来 如是道一体贯穿了中国2000多年 波兰壮阔的历史